今年轮由高雄市美容区主办的客家六堆运动会 应适逢六堆建庄三百年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 结合中央客家委员会 屏东县政府 今天上午特别在高雄青轨凯旋公园站 举办第五十六届六堆运动会 圣火点栏与传递仪式 以及六堆创建三百年的生日庆典 由副市长史哲 带领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钟孔赵 高雄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磊霞等人 和切生日蛋糕 在圣火点栏仪式中 由六位政府官员代表 引栏第五十六届六堆运动会母火 在由美容国小棒球队与田径队 共六位球员接下圣火 开始进行十二区客家庄的圣火传递 第五十六届六龟运动会 由美容区公所承办 高雄市副市长史哲特别以地主的身份 欢迎全台湾的朋友一同到高雄 来参加各项运动赛事 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钟孔赵 也谈到六龟运动会的由来与精神 他说 泰伍山下的小奥运就是我们六队运动会 从民国三十七年就开始 尤其是在三百年这一个时刻 跨行政区域来到美容 包括我们大仙山拿了 大家共同的骄傲 三百代表的感恩跟合体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轻轨的列车 开始出发 带着我们六龟的精神 能够让全高雄市看到 今天的重头戏之一 是结合美容客家元素 所彩绘的六堆三百轻轨彩绘车厢 也在典礼中正式亮相 车厢外观彩绘着客家剪纸 纸伞 新叮灯 六堆运动会 实施工 步月楼 肩炮城与静置亭 等六堆文化特色地景 与客家元素 十分吸睛 所以今年的报名人数 已经突破了三千多人 是历年来最多的 那今天乡亲也非常挺我们 来了三百个人 运动会是在今年的四月十号 下午的四点 美农国中开幕 十一号闭幕 这两天的活动 填赛 竞赛以外 还有加入趣味竞赛 像飞骨包啊 四山大镇玩飘飘河 还有很多在地农村的运动 开幕相关的表演活动 非常多 也藏有彩蛋 那六堆未来要走向 多元族群 共荣共存的 迈向世界国际的 友善客家的目标 亮新闻记者 陈文平 高雄报道 对吗 好 好 好